由於部分10年以上的公車 不論在外表或內裝都已經老舊了 因此市政府公車處想出了 為老公車拉皮美容的方法 重新烤漆外觀及換上內裝 讓老公車可以回春 所以可以節省經費 也可以提升服務品質 和旁邊的新公車比較起來 您看得出來 這是一部已經有11年年紀的老公車嗎 這是市政府公車處 特地為老公車拉皮美容的成果 不少老公車雖然引擎堪用 但是外表斑駁內裝破損老舊 又因為經費拮据 買一輛新公車需要500萬元左右 因此市政府公車處想出 老公車再升級計畫 為老公車拉皮美容 一輛只要花12萬元拉皮美容費 就達到回春 提升服務又節省經費的超強效果 總共有8輛左右的老公車 逐步完成拉皮美容手術 因為整個新車 照價加將近500萬左右 受限於經費 所以我們今年特幣 交了8輛的這個 我們年會比較久的公車 我們進行整個車身的整修 每一台照價差不多12萬 希望以最少的經費 達到最大的效果 那這8台我們已經陸續整修完畢 加入營運 那8台全部完成會在10月底會全部完成 那我們整修的項目就是從車身內部 包括我們的地板 我們的座椅還有車上的照明 那外觀的部分就是包括我們的板筋 烤漆全部都更新 連公車司機開啟回春以後的公車 都覺得和新公車差不多 而且內部重新裝潢整理過 也讓乘客坐車時覺得更舒適 司機開啟車來心情更好 工車處長陳欣皮進一步表示 8輛接受回春計畫的老公車 將在10月底全部拉皮美容完成 投入營運 記者吳俊松采訪報導